第1217集,胃口大得很 开始时,听到梁红梅这么说,林康宁的内心还是有些动心的 毕竟只要公司能复牌,无论那个煤矿有多糟糕,包装一下,这笔钱都能从股市上捞回来 可是他立刻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在公司被停牌前,股价因为汉顶集团要被查的谣言接连跌停 股价已经下降了30%,要是以这个价格和梁红梅进行交易 那么毫无疑问,自己的损失更大,梁红梅会赚得更多 啊,梁总的意思我明白了,不知道梁总是想什么时候交易啊 梁总不要人去考察下煤矿吗?梁红梅问道 林康宁心想,事到如今就算那个煤矿一斤煤都不产,我要买的 不买这个煤矿,汉顶损失的可就不是几个亿了 那是几百个亿啊 自己这辈子折腾的结果都将化为乌有 所以啊,加上东北那块地,自己就算是送给了梁红梅十个亿又如何 只要汉顶还在,能复牌,这些钱几个涨厅板就回来了 换句话来说,给梁红梅的这笔钱不是自己的钱 是那些股民的钱 哦,煤矿将来再考察也不晚 而且既然我决定和梁总合作 那我就是相信梁总啊 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那我们的合作也不可能长久 对吧 银康宁还是见过世面的 只不过以前没被这么坑过 但是这一次总算是长见识了 英总不愧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大气 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今天是周三 英总回去就可以发公告了 下周一就可以复牌 这也算是对股价的稳定 你放心 我既然说了 这事就能办成 呵 梁红梅的表情比证监会主席还主席呢 这很让莫小于怀疑 在来这之前 梁红梅是不是早就搞定这件事 剩下的只是看看汉顶集团这块案板上的肉 就看英康宁舍不舍得下刀了 如果今晚谈崩了 或者英康宁有犹豫 莫小于相信明天的价码比今天还要重 所以这样下来 英康宁还是很有魄力的 梁总办事 我放心啊 呃,不知道今天晚上 乔部长 英康宁想啊 既然这些钱都舍了 那么自己怎么也得见见这背后的真神吧 总不得十几个亿扔出去了 线都没搭上 那买卖可不是这么做的呀 哦,他今天晚上有事 我打个电话问问 他还有多久才能过来 梁红梅说完 拿起电话出去了 等到梁红梅出去之后 英康宁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变成了猪肝色 莫小于看在眼里 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因为这次英康宁算是赔大了 于是 莫小于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滴上一支烟 英康宁抬头看看莫小于 看上去很不想接莫小于的这根烟 心里对莫小于的怨恨 也可见一斑呢 但是事情又反过来想 你说这事关莫小于屁事啊 莫小于只不过是引荐一下而已 如果自己不想做这笔生意 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吗 林总 汉顶能复牌就是好事 只要汉顶能复牌 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这钱对于汉顶来说应该不算大吧 莫小于替他点燃之后问道 林康宁脸上的肉抖动了一下 看看莫小于多半天才吐出四个字来 城下之盟啊 哎呀 能签下这个城下之盟就不错了 只要汉顶在 其他的都好说 现在的问题是 贺锦生会不会到此为止 虽然你有消息来源 是贺锦生在捣鬼 但是在这次的较量当中 贺锦生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啊 那接下来贺锦生又会怎么出牌呢 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呀 莫小于提醒道 林康宁点点头 自己当年 火同 邱天刚和莫小于等人 花了很少的钱 吞并了贺锦生的公司 何曾想到 贺锦生会这么快就翻盘呢 风水轮流转呢 这句话看来是真的没错 自己这些年真是太顺了 金门的事看来还没完 但那里又是自己的大本营 如果连金门的事都摆不平 那汉顶才是真的完了呢 这个王八蛋 看来很记仇啊 当时那件事 你我都有份 你也要小心啊 从我的事来看 这家伙不张嘴是一回事 一张嘴就是一口血淋淋的肉啊 林康宁对莫小于警告道 嗯 我知道 所以我在想 什么时候 去找贺锦生聊聊 莫小于有意无意地说道 说话间 莫小于听到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听起来啊 还不止一个人 他的听觉要比银康宁灵敏得多 听到这儿 他指了指门外说道 来了 银康宁看看莫小于 又看看门口 立刻站了起来 迎接到了堂屋的门口 才出堂屋 就看到了小院的门开了 进来的 正是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人 乔胜和 这位就是银康宁 英总 汉顶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梁红没看到 银康宁迎了出来 还有几步远的时候 就向身边的乔胜和介绍道 银康宁赶紧弯着腰 紧走几步 因为此时他看到 乔胜和的脚步 不禁慢了下来 仿佛下一步就要停下来了 所以他紧走几步 恰到好处的 和乔胜和接上了头 迎走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按屋里坐吧 乔胜和呢 只是和银康宁粘了一下手 微笑着说的 然后就继续向前 莫小于呢 则是跟在后面 而拓跋今晚 则是趁机出了小院 这也是莫小于的主意 大人物比寻常 百姓更加胆小 更不希望自己的身边 有太多的陌生人 本来呢 莫小于在刚刚 想趁着乔胜和 与银康宁握手时 一起出去 但是被梁红眉使了个眼色 留了下来 但是拓跋今晚却出去了 莫小于是不想参与这样的交易的 少知道些没坏处 相反 知道的越多 可能就越危险 当梁红眉介绍莫小于时 莫小于站起来向乔胜和微微鞠躬 因为看得出来 乔胜和没有和莫小于握手的意思 所以莫小于也没上去找梅去 而乔胜和呢 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这让莫小于心里很想笑 自己这个陪衬实在是不称职啊 果然 梁红眉看下莫小于时 也只能是尴尬的笑笑 心想啊 还不如让她刚刚离开呢 感谢观看